市民代表会副主席陈振福建议各里资收站 英美化回收桶有助改善市容 建议丰路改善中央市场 清澄人车争道的情形 国长 你这一期市场不过 人家政区楼公明楼还是东山楼 那一台菜市场吗 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 本身这一期市场 在那边 刚刚看 人和车在针道 我们是不是说 在那里 你像人家在买鱼 中山楼买鱼 通交通就已经很紛乱了 现在 政区楼和公明楼 在那里在买菜都很紛乱 我们怎么能说 在那里六点的时候 我们来放一下楼 放到看是九七点还是八点 你看到不行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去跟台东分局 或是跟县警局的交通队 去做个延商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一个 安全问题 有道安的问题 所以这个要做延商才能确定 副主席关心公所接管的 宝桑路空军宿舍基地 活化问题 现在我们的宝桑路空军宿舍基地 那一堆土地 现在你是怎么活化 谢谢主席 谢谢副主席 那有关宝桑路空军宿舍基地 他也九月底 交回来施工所 我们接管回来以后 那目前的话现在 因为他那块土地上面还有公共设施 还没有切割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寒伦给县政府 请他把公共设施切割出来 因为那个 切割出来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 拟定相关的使用计划 因为那个使用分居是住宅区 那那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的土地不是很完整 中间还有国有土地 从我们的土地中间横切过去 可能还要找国产局 然后再做一个协商 当然处置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做标售也是一个方式 做一个出售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 看有没有相关客室有个整体的计划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 类似新建的方式 比如说做公共设施 活动中心 体育馆等等 这个都是可以考量一个方向 所以说还是要等第一个 先等县政府公共设施切出来 然后跟那个国产署做一个延伤 我们才做第二阶段的一个探讨 好 以上报告 谢谢 路宿修剪 国旗飘扬 228公园整理等问题 也都是副主席问证重点 以上是台东市民代表会 第十一届第六次定期会 11月15号上午 世代会副主席陈真福 直询内容灾药报导 由刘热文整理 完整内容请收看台东市民代表会 YouTube频道 警局的交通队去做个